哦 这好能擦 嗨 哈喽 大家好 我是Kat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呢又是一个近期的购物分享 不过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已经有跟大家说过了 虽然说是新品的购物分享 但是这些东西我还是希望大部分我会使用过几次 然后跟大家先讲一个我初步使用的感受吧 以免给你们乱种挫草这样 好 那今天的东西也算蛮多的 就非要不多说 让我们直接开始吧 好 那老规矩我们先从护肤的部分开始吧 那第一个呢就是Neutrogena他们家的这个 Red and Blue Light Therapy的一个笔 它这里呢有一个开关嘛 然后你点开它就会有这样的灯光 然后它主要就是帮你去痘 所以说如果说你脸上哪里长痘了 你就可以把它怼在那个痘痘上面 然后就这样保持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呢灯就会自动熄灭 哦 刺了我眼睛 那这个东西呢起初买的时候我也是半信半疑的嘛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是一个比较就是混干的皮肤 其实之前是皮肤不太长痘的 但是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 可能就这一年吧 把我下巴有的时候经常就会长一些痘痘 我觉得它对于痘印啊 或者是粉刺什么的效果比较一般 但是均对于刚长出来的这种小红痘痘 用它的话真的非常的好 我前段时间就是这里有长一颗嘛 结果我前天就是照了两次以后 第二天一下就消下去了很多 非常多 然后呢它慢慢的就消下去了 没有留任何的疤痕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因为这个它的价格其实是蛮便宜的 反正就几十澳币吧 二十多澳币的样子 所以呢我就跑去药店买了它的这个进阶版 它这个就是一个这种面膜类型的 像这个的话它一次不是只能照一颗痘痘吗 但是像这个的话就你戴上以后这样 不然呢 它刚点在压 那这个戴上呢一次就可以照全脸 我觉得它蛮方便的 当然了我额头上好像是没有什么痘痘的 我主要其实就是为了下巴 但是我发现它对于我之前的痘印啊 痘疤没有什么效果 一定是 我觉得这两款一定是要针对你刚长出来的那种新鲜的红种的痘痘 比较有效 别人我不知道 反正在我身上是这样的 你们可以看见它里面是自带一个眼镜的 但我觉得这眼镜没有什么卵用 就是这个灯一旦打开 真的是闭上眼睛都刺得你眼睛很亮 就是很不舒服的感觉吧 然后这个呢它一次里面的灯呢是可以照十分钟的 然后它这里有连一个线这就是它的那个开关 这个面具呢一个是可以照三十次左右 但是我有在小红书上面看见有些人会破解它 好像说是这个破解了以后 其实可以使用过五六十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像是要把哪里拆掉吧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不打算破解它了 因为虽然说它里面的这个面具一次能照很多 但是它呢不像这个小的笔 它可以很精确的指到这里 然后我觉得它痘痘吸收的这个能量就会多一点 因为它们俩很接近嘛 那这个的话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照出来 感觉它的强度没有这个小的高 可能是这个面具戴在脸上的时候 面具和就是你的皮肤还是有这么长一段距离的嘛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反正就是如果你最近有长痘呢 想找一个就是这种帮助你去痘的产品 可以先试一下这两个仪器 因为单价非常的便宜 然后我最后想说的是 这个大的面具不是只能用三十次吗 这个激光笔呢是没有次数限制的 只是你越用到后面的时候 你每照射一次 它中间需要休息的间隔会比较长 就比如说你照完两分钟 你可能需要休息五分钟再照第二颗 再休息五分钟再照第三颗这样 然后这个就是换电池的 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次数限制 如果你觉得你脸上的痘不多的话 可以先买这个笔来试一试 那如果你全脸都有长痘的情况 可以试一下这个大的 好那接下来的两个护肤品呢 也是Neutrogena他们家的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以前呢对他们家的产品是非常无感的嘛 因为前段时间我有在我的空瓶剂里面提到过 Tart他们家的那个面霜 就是HRO的那个折立面霜 但是因为他们家的那个品牌不是涉及到乳滑什么的 所以说就不好再买了嘛 我就不想再去买 然后我就在视频里面问大家 有没有就是你们觉得可以替代的东西 结果就一个宝宝跟我推荐了 Neutrogena他们家的这个面霜 当时他给我推荐的呢是这个普通款的面霜 但是我去买的时候没仔细看买错了 最后买的是这个晚上的这个Night Concentrate 结果买回家我发现 诶这是晚霜 晚霜的话你白天是就是不好涂在脸上出门的嘛 然后我又赶紧去买了这个 这两个面霜超级便宜 因为像我们这边超市啊 或者是药妆店经常这个品牌会打折 现在这两个面霜最后我是以十多澳币的单价入手 所以说真的是非常便宜大贯 因为它一罐里面是有50毫升的嘛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质地 也是这种非常水润 然后非常褶粒质地的 超级水润 然后一点都不油腻 因为澳洲这边刚好也到夏天了嘛 就是在保湿的同时还是希望脸上不要那么油腻 即使我是干皮 还是希望不要太腻 但我觉得它的这个滋润的程度其实就刚刚好 然后它这个味道是有点像什么 可能就像我小时候用的那种大宝还是什么 就非常便宜的越南油的那种味道吧 那你们看其实这个我也没买几天 它其实就已经用了快一半下去了 然后我觉得这两款上面呢 这个是夜用的 这个是白天涂的面霜嘛 这两个质地其实是差不多的 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晚上用的这个面霜 晚上上的面霜呢 它里面也是这种褶粒质地的 但是它这里面有这种小的蓝色颗粒 这蓝色颗粒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是它好像是有比日霜多一点点的成分 但是我觉得晚上这款跟它们家普通这款 其实是上脸上皮肤的感觉 滋润度都差不多 保湿度也差不多 感觉没有差很多 所以说这两款我个人觉得使用感受差不多 其实价格也是一样的吧 我没记错的话 反正都是十几欧币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便宜好用大碗 所以说如果你也在找一款这种褶粒质地的保湿面霜呢 可以试一下它们家的这个 真的是大白菜 那接下来呢也是一个面霜 Dama Logical它们家最新款的这个面霜 那这个牌子如果知道的人应该都知道 他们家的这个品牌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安心的品牌 因为这个品牌敏感肌肤的人用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像我之前上的那个美妆学校 就是每次化妆前不是要给客人上那个妆前乳吗 我们都会用它们家的这个保湿面霜来代替妆前乳 因为有的时候你给客人化妆的话 每个人的肤质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不要敏感 有些人可能就无所谓对吧 但是我们都统一用这个牌子是因为这个牌子它不太会引起皮肤敏感 然后它的保湿度也非常的不错 所以说像这种大的教育机构选这个牌子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后当时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自己买 我用的一直都是学校的 就每次去化妆前用一下学校的这个妆前乳 我觉得超好用 但是现在因为我不是没有在上学了吗 然后最近呢我又收到了他们家的这个email说 我们之前一直用的那款保湿的面霜呢 现在呢已经有革新了 它现在呢又参入了一款新的技术 就是说它的保湿程度更好 如果你的皮肤在不好的情况下 可能脸上会长一些小的红疹啊 小秋疹这种 你用它的话它不但能够帮你保湿 它还有这种帮你抚平肌肤的功效 然后不会引起皮肤的不适啊 或者是更严重的过敏状况 它能够很好的帮你去缓解皮肤的这一系列的问题 而且最近澳洲不是进入夏天了吗 然后最近花粉非常的严重 然后就是像我的话之前花粉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现在就是因为喝蜂蜜什么的 我觉得我现在内在的过敏源已经算是稍微好一点了 但是我脸上的话是没有办法的 然后每次花粉一严重的时候 我脸上就会长那种小的这种小红包 然后下巴上就会长一粒一粒的那种小红秋疹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难受特别痒 然后我就想说试一下这个 结果用了几次以后 我发现它真的能够很好的帮我就是把那些小红秋疹啊都抚平 然后也不再那么痒了 我之前脑纹上有很大的两个那种很干燥的小红包 但是现在好像已经被它抚平到80%都下去了 这样我觉得还挺好的 所以说如果你也是敏感肤质或者是皮肤容易过敏啊 你就不能用一些就是含化学物质太多的可以去试一下它们家 能够很好的帮助你的皮肤恢复之前的那种样子吧 这个我真的是非常的推荐 打心眼里推荐 好我们再说最后一个护肤品 那护肤品的部分就结束了 我们就可以进入彩妆了 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买的一个礼盒 匈牙利黄后水 桌名不记得了 给你们打开看一下 打开呢它里面是这样的 然后它里面呢应该是有三瓶50毫升的黄后水 那一瓶呢我已经有打开使用了 我用的是这个绿色的 我还挺喜欢 中家这个套装好像包装还是那个限量款的 颜值控嘛 那这个我已经有打开使用了 我现在应该已经差不多使用了三分之一快到一半的程度了 那我买这个水呢之前也是受了很多广大youtuber的推荐 前段时间好像它这个品牌一直在做PR吧 然后有很多美妆youtuber都在狂推这款 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在推的话 我肯定也要试一下嘛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回来 结果使用了几次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我就发现啊 它的这个喷头喷出来的超级细 超级绵密 主要是感觉它这个水的质地 就是喷在脸上以后很容易的就被吸收了 就是它吸收的感觉不是说被空气蒸发了 是真的感觉有达到你皮肤里面深层的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它这个使用感受非常的不错 好 我终于可以进入到美妆的部分了 那先跟大家插一个盒子吧 这个盒子呢是MECA免费发送的 那如果你不是澳洲或者是新西兰的小伙伴 肯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像北美或者是国内不是都有Sephora吗 像我们澳洲最大的这种类似于Sephora的连锁店 其实叫MECA 那MECA里面就是有很多这种欧美的品牌 比如说什么Too Faced啊 Overglass这样 那虽然说我们这边也有Sephora 但是我们这边的Sephora卖的品牌 可能还不但欧美的一半 因为大部分都已经被MECA抢去了 如果你在MECA有办这种会员卡呢 可以在网上注册他们Beauty Loop的一个活动 那Beauty Loop一共分三个level 根据你在店里或者是网站上的消费情况而定 那我呢是到达了L3 那等级1等级2等级3呢 是三种不同的box 它里面的东西也不一样 那我的这个呢就是第三等级的 那一般来说第三等级的盒子 其实里面给的东西应该算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的盒子里面有什么吧 其实我已经看过了 我就是想跟你们再重新拆一下 我怎么可能忍住不看呢 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过 上手的感觉 还不错 这个呢我得使用看看 虽然说这一罐可能也用不了几次吧 好用的话我去回购正装 第二个它里面送的呢是Beauty Mineral的一个唇釉 也是一个小样的样子 哦 这颜色还不错耶 这颜色是不是还不错 上手试一下 哦 它是这种七光面质地的 这颜色好看耶 不错不错 第三个呢是这个Armor Pacific的一个面油 就这么大 但是我觉得针对于面油来说 这个应该能用蛮多次的 因为面油是很精用的嘛 嗯 但是夏天用油可能会有点腻 这个我会先留着 到时候有机会的话使用看看 那好那最后一个它送我的东西呢 是Alber Glass的这个Extreme Culture Mascara 这个是one of my favorite 好吗我超级喜欢这个睫毛膏 我觉得这个睫毛膏特别好用 它在我心里的地位是比Case Me的那个都要高的 好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样子 这款呢我有在我之前的爱荣品分享里面跟你们说过 这款它涂在睫毛上 浓密的效果非常的明显 而且它线长的效果也不错 它就是唯一有一点是 它容易有苍蝇腿 所以说你涂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耐心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我这种极性格的人 有的时候涂它都没有到太苍蝇腿吧 苍蝇腿是有一点 但是我不太介意 所以说我觉得它的这个效果实在是特别好 而且对对对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这个睫毛膏它卷翘的效果也很好 像我的睫毛很粗很硬嘛 然后又是往下涨的 类似于倒睫毛这种 但是我每次加好睫毛 在上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那个睫毛 一天都是有在这个角度上 一直在这里立着的 超级好 而且这款呢也特别的不容易晕装 这是我目前最喜欢最喜欢的睫毛膏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小样很方便 以后出去旅行的话就戴这个就好了 之前那个大的就还蛮粗的 蛮长的嘛 这个就还不错 开心 好那这个盒子里就什么都没有啦 好那在我们开始讲大的东西之前 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用积分兑换的小样吧 一个呢就是Boshea他们家的一个清洁类的东西 它是怎么用我还没有研究过 但是我知道他们家的那个卸妆乳特别好用嘛 所以说我就用100G分换了一个这个 然后呢我用了250G分换 New Stix他们家的这个两根棒棒 一个呢打开是这样的 它的颜色我是想用这种小棒棒来修容的 但是我收到以后发现这颜色有点太黄了 所以说可能用不到 不过也没关系啦 反正我也没花钱 然后它另外的一个小棒棒呢 是这个高光棒 打开 特别小特可爱 感觉没啥东西 你们在镜头里能看见吗 现实中我都看不太出来 幸好这对我不是花钱买的 是用积分换的 无所谓 那接下来呢 我还用100G分换了一个腮红 等等就是Tart家的这个腮红 但是Tart他们家这个品牌 我们就先暂且不提 反正我是不会再花钱去买了 但是他们家这个系列的腮红 我觉得它上脸显色度和持久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在不花钱的情况下 换一个这个腮红 也还算是蛮不错的嘛 对吧 然后这颜色我也挺喜欢的 我最近就是很喜欢这种 橘橘踪踪的腮红 哦 这颜色肯定是我会非常喜欢的那种啊 好看 好那既然说到腮红了 我们就先分享一个 我最近新买的这个腮红吧 我记得我在上上次 Huda Beauty的那个视频里面 就有用到Dior的这只腮红 然后当时就有很多人问我用的是 什么腮红嘛 我就跟大家说 是Dior他们家的那个601 我觉得这个腮红超级美 这个我是看谁种草的来着 这个我是看默默的视频种草的 当时它涂在脸上真的超好看 哎今天我也有涂 但是我觉得这相机真的很吃色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这个腮红是自从我买回家为止 每天都在使用的腮红 它这腮红啊 不只是一个橘粉色系的颜色哦 它里面是有那种蓝色的珠光偏光的颜色 所以说就是我经常就涂这腮红的时候 就不用再叠加高光上去了 是微微的有这种蓝色的珠光闪 我超级喜欢 而且就是这个腮红上脸啊 也显得你皮肤特别的好 可能是因为它是这种 带有光泽感的腮红嘛 超美 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也喜欢这种橘粉色系的 然后又喜欢这种稍微带一点 偏光亮闪 但是又没那么夸张的话 大家真的可以去试一下这款 这款我之前是想发硬子的嘛 然后想做手臂试色给你们看一下 但是我发现 它这个颜色在手上是特别不显色的 所以就我怎么拍都拍不出来 你看我说在皮肤上你们也看不出来对吧 诶 可以看出来 你看你看看 我这样上下动的时候 你们能看见它的那个光泽感是吗 超级好看 这个就是真的 我才买了一周左右吧 它上面这个CD 这个两个字母都已经要被我摸平了 非常喜欢 然后它自己呢 也是带一个绒布这样 哦 它里面刚才自己带那个刷子 我是不怎么用的 你们也知道 就像这种产品 它们基本上里面带的刷子都非常的不好用 当然那下一个呢 这个是我在Selfage上面买的是这个 All Nighter Setting Spray 我为什么会在网上买这个呢 是因为这一套特别的划算 我记得在澳洲这边的话 一瓶是50多还是40多澳币的样子 但是我买这一套就是两支正装哦 才60澳币 啊 价格上面我已经忘了 反正就是很划算 但是这个我想先跟大家说哦 它非常不适合干皮 像我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是买那个送的小样嘛 结果喷完这个以后 我真的是觉得我的脸紧巴巴的干到爆炸 就是我的脸整个都缩在了一起的那种感觉 就缺水缺到那种程度 但是啊 一晚上玩完回家以后 我就发现我的妆真的都没有脱位 我觉得它真的很厉害 那如果说你是油皮的话 用这款就更好了 第一它会控油 然后让你的妆面更持久 那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使用前就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用太雾面太干燥的粉底 那用这块我觉得应该也算是可以接受的吧 接下来呢就说到眼影盘的部分了 其实我这个月买的眼影盘一共是三盘 那这两盘呢我分别都有出一个review的视频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那很多人问我这两盘 你觉得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我现在给大家放一下它们俩的手臂试色 那看手臂试色你就会发现 其实乍一看感觉这两盘的颜色都很像 那你仔细一看 其实是只有个别颜色比较像 有大部分颜色还是不太一样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这两盘的一个感受吧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粉质控呢 一定要买Shout of Travary他们家这盘 因为他们家这盘粉质实在是太好了 那比如说我就拿这个雾面色给大家说一下好了 你们看 它们家的粉质真的特别好 特别细腻 然后延展性也特别的好 它就是涂在眼睛上啊 有一种那种很高级的感觉 基本上它们家的就是雾面的粉质 你是挑不出任何毛病的 然后呢它们家这几颗珠光 其实也非常的好看 我之前有跟那个Kyle Pop它们家对比过 在视频里你们很明显就能看见 它们家的这个珠光 真的是非常的高级 但是啊我觉得如果硬让我选的话 我应该会选Huda Beauty New的这一盘为啥 第一是包装问题 这个包装虽然说我觉得就是很好拿 但是我觉得它的包装一点老气不好看 第二点是因为我就是除了雾面以外呢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这种 bling bling的质地的眼影 那像它们家虽然说珠光不错 但是它们家的这个珠光闪片质地颜色真的非常好看 看一下它里面这几个珠光闪片色实在是太美了 虽然说它雾面的质地 当然没有City它们家的这个好 但是作为一款欧美眼影来说真的已经很优秀了 再加上它这几个闪片色 我是自从这盘入手以后呢 每天都在用这盘化眼妆 我真的是觉得太美了 然后还想跟大家纠正的一点就是 就是之前我在做Huda Beauty这个眼影盘视频的时候 跟大家说它不是不太非粉吗 但是你们也在视频里看见了 那个小刷子站着它确实不太非粉 但是今天我的腮红是在刚才Dior那款上面呢 稍微有叠加一下这两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我用腮红刷刷的时候稍微点非粉 你们看一下那个视频 就是用大刷子稍微时间往下按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这种非粉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就还好了 像很多欧美的这种眼影盘 真的非粉都要飞到不知道哪去了好吧 我觉得它这个非粉度真的是已经算是很OK的了 我非常能够接受 所以说这是我想跟大家补充的一点 那这两盘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使用心得吧 那如果你们想看具体的视频 可以去看我之前发过的两支视频 那第三个眼影盘呢也是Huda Beauty它们家 它们家这种小的这种方块眼影盘我超喜欢 因为它很小一个嘛 虽然说它小 但是它里面怎么样说也有九个颜色 那这次呢我买的就是绿色的这一盘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想 因为我特别想画一个那种绿色的卡克里斯的眼妆 我看很多欧美的人画着都非常好看 我不知道我上眼会怎么样 但是我就是对这个绿色啊有一种迷思 我就特别想试一下 那给大家看 我觉得它们家这颜色也特别好看啊 好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手臂湿色 那这盘其实它的粉质就是标准的 霍拉Beauty它们家眼影盘的粉质了 别的不说 雾面还行 但是我非常喜欢它们家的这个珠光闪片之地 非常的好看 这个呢我到时候先上眼试用看看 如果好看 或者是我觉得它特别优秀的话 会在以后跟大家推荐 不过我估计你们在以后的视频里 可能看不到这支 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日常的眼影盘嘛 所以说很难成为一个爱用品吧 好 那最后口红的部分呢 就是我有入了两个唇部的套组 还有一个是这个唇部的盘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唇部的盘吧 我买的是这个Anastasia这个盘 其实我知道这个品牌也是稍微有点争议的 但是这盘其实我纠结很久 我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替代它的一个盘子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 我感觉这一盘就是用来调唇部的颜色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里面不光是有这种已经调好的颜色 它这下面还有一排的这个primary color 这个颜色用来调和你想要的一个基底的调调 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我之前也有给客人化妆 就是可能每个人就是嘴部的皮肤颜色不一样 就是同一支唇膏很难就达到我想要的那个颜色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应该准备一个这种可以调色的这种唇部盘 那我看了很多品牌的唇部盘都没有像他们家做的这么专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我自己工作上面有帮助吧 那这个其实我就不想多说了 因为这些牌子我也不想说推荐给你们吧 我这个是买了没办法要帮助我自己的嘛 那这个我也不给大家做试色了 就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好那接下来这个套组呢 其实最近可以说是非常火了吧 因为这是Too Faced Tom's Holiday Collection的嘛 那它里面这四个颜色都非常的实用 我觉得如果大家看见没有任何不买的道理 它里面的这个色调啊 就是土色橘色系特别喜欢 然后还有一个这种就是非常有圣诞节气息的红色 然后今天我嘴巴上涂的就是这支 这个色号是啥呀 这色号呢是Pumpkin Spice 我没记错的话这也是一个网红色号吧 这颜色我真的觉得超级好看的 那这个Pumpkin Spice它是有稍微偏粉掉一点的嘛 然后它这个色号 这个Hot Buttered Rum这个颜色是特别偏土色调偏橘色调的 这个颜色我也超级喜欢 反正我之前是有入过Too Faced他们家的这种唇部产品 我是觉得有点干 但是我今天上嘴使用过 因为我已经有用润唇膏打过底了 我个人觉得它这种干的程度我还是能够接受的 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四支才38欧比 一支不到10欧比 我觉得针对于它的这大小来说 真的是非常划算 刚才相机都被我双眉垫了 我又从天亮露到了天黑 超级磨蹭的 好我终于到最后一个啦 好那最后这个呢是Mac他们家出的 这个Holiday Collection的一个限量套组吧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有在Inst和微博里面发过试色 如果你们想去看它上嘴是什么样的 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个套组呢 我一样也是在Selfage上面买的 那这个我跟你们说一定要在Selfage上面买 为什么 因为这个套组在澳洲卖将近是200欧比的样子 但是它在Selfage上面卖基本是半价这样 我今天看了一下Selfage上面呢 这个还有过这个套组 那它前两支呢就是这样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裸色唇膏的人 那我前几支视频里面其实是有擦过这个唇膏的嘛 然后也有人问我涂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Burned Spice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颜色上嘴超级好看 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特别的就是像一般这种很浅的颜色 它上嘴不是很容易让人感觉就是生病的样子嘛 但是这款完全不过 我上嘴就真的觉得是有一点那种欧美的感觉 没有任何生病的气息 然后这个套组里第二个颜色呢是Sel Me 这颜色呢比之前的要生很多 你们可以看它是有一点偏灰紫调的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上嘴巴上就是显得很霸气 很有气场的这种 然后第三个颜色其实它配的就是一个这种非常有圣诞节气息的大红色 我觉得圣诞节就是很多套组里面都是要带这种很正的大红色 那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 这颜色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正红色 但是非常的不适合我 然后它配的第四个颜色呢是 是这样的一个霉红色 但其实我这个人还是蛮喜欢霉红色这种色系的 可能对有些人来说这个颜色并不是特别实用吧 但我觉得这种霉红色啊上脸特别的提气色 那它这个套组里面第五个颜色是这样的 这个真的就是一个紫红色 前面这个是霉红色嘛 这个紫调特别的明显 好那这个套组里最后的一个颜色呢 就是一个这种超深的深紫红色 这颜色涂上就非常的badass 你们知道那个感觉吗 好那这样你们可能看不出什么 再给你们看一下进一步的手臂试色吧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给我点赞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也不要忘记follow我的social media 好那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吧